10月14号,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中国浙江宁波举行,会上宣布该论坛将于10月15号至17号在浙江宁波举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和嘉宾代表等约800人参加论坛。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同院同行,合和共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海介绍,这一主题的设置目的在于,要倡导全球佛教界在一个共同的愿景下携手前行,践行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携手合作。 一路走来,世界佛教论坛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创新,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由中国发起主办的最大规模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佛教多边交流对话机制,围绕同院同行,合和共生这一主题。 深入挖掘佛教文化精髓,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充分展现佛教界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认知共识与实践倡导, 为促进不同文明,不同信仰间的平等相待,和谐共存和交流互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推动固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佛教的智慧和力量。 论坛由开幕式、主论坛、气场分论坛、电视论坛、新媒体论坛、闭幕式等主要活动,以及祈福法会、佛教文化主题展览等组成。 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浙江组委会办公室主任鲍秀英介绍了近年来浙江佛教界,加强对外友好交流的具体做法,以及下一步的计划。 下步我们将以第六届佛教论坛这个举办为契机,充分发挥浙江佛教界的资源优势,来推动民间的交往交流,促进文明互建。 明海表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加,人类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论坛的召开,旨在凝聚人心、携手共进,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娇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突和动荡频繁,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剧。 这些全球性问题,不能通过单一国家和区域的力量解决,需要全球人民共同努力。 我们也希望通过同愿同行合合共生这一个主题,来凝聚全球佛教徒乃至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携手共进,共同应对这些挑战。